回到1月18日晚報 看到一個叫做大特朗普 大慢的網友 大半身著香港 可惜永遠回不去 不知你什麼原因回不去 自己判斷 如果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回到來的 不過問題就是何必要回到來呢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賣單多少點? 一萬五千多? 也好 有些人說 四萬四萬三 就不會這麼快 無論如何都會頂幾天 你要在這個幅度上 賺點水 是否頂些人 不知 至少今天會彈回一點 彈回一點 如果今天彈回也沒什麼力 那就是 我覺得其實你如果 玻璃朗不要說 問三位如君 沈大師說 沈大師現在就叫做死撐 其實有些他不只是說 那個判斷 現在去到是咬氣咬頸 昨天還說什麼 那些記者打給他 咬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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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笑話來的 今天我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說 首先就是 訂我年高的朋友 其實可以上來拿的 有通資來 當然有些說 二月的都沒所謂的 但是呢 亦都可以 就是上來買 如果 如果有現貨 那我給大家看 這個實物 這個是透頂的 這個 沒有那麼透 因為這一塊 這個 為什麼是透呢 專門透成一個綠色 這個就是 抹茶紅豆 麻薯蓮糕 這個呢 這個就是 麻辣蘿蔔糕 我拿不完 這個就是 你以為是蘿蔔糕 這個是芋頭糕 OK 就是有些櫻花蝦 老闆 真的超好吃 昨晚做好 今天包好 記住 我們放常溫雪櫃 如果甜糕 放幾個月都無所謂 鹹糕 就15天 其實三個星期都可以 但是我們比較穩陣 15天 大家自己收拾 非常好吃 在非常好吃的同時 我們現在 又見到寬樂小姐 真的寬樂小姐 是15戶 不是13戶 13戶 在外面 為什麼寬樂小姐會在這裡 因為我呢 今天有些花膠 就到了 我們那隻花膠 OK 那麼 我們當然要吃多一次 在上次我們在現場吃的時候 我們已經覺得很好吃 但是其實那天早上 我是吃過的 那天早上 我覺得 為什麼差一點呢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那一包鮑魚 不單止不夠味 人家用來給我做版的 透明袋 就給我 給那幾隻鮑魚的客體有多大隻 根本沒有落味 所以我們下午吃 為什麼這麼奇怪 但是也好吃 因為那隻鮑魚是炆過的 是 但是那些醬汁原來沒有料到 傍晚就好很多了 那麼今天呢 我們為什麼要再吃呢 第一 我真的很好吃 第二 因為15戶還沒吃過 還沒吃過 用這一隻原汁來做的 所以他特地留在那裡 他說等他來 好 我們的食譜是這樣的 因為他解凍 解凍之後 15戶說 用清水炆它半小時 就是軟一點 然後呢 就說 我們買一包 那些99元的醬汁 或者可以自己煮醬 等等 那 就是 煮開了那個醬汁 然後 麻煩 13妹 不記得第二個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把鮑魚 即是把花膠放進去 炆了多久 5至10分鐘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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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關火又去炝 為什麼呢 因為進味一點 好了 今天又不同 這個呢 大家看看 我們還有五塊 這包是八塊 五塊大 三塊小 我們計算重量的 五塊大 三塊小 大家看看 我呢 他有些彈性的 這個當然不夠麵那麼大 但是拆扯去 都很大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孔雀鮮包 OK 誰沒吃過,我們應該沒那麼多 大家可以試一下,不要爭 我先吃鮑魚 因為鮑魚沒那麼好吃的東西 花膠燻了多久? 我燻了三十分鐘 燻了三十分鐘,其實不用的 因為想入味一點,然後關火焗一下 有花膠味嗎? 可以入味一點嗎? 沒辦法,我們想吃 就這樣扶一扶它 這次有八塊,所以比上次薄了一點 計算重量 不是,花膠呢 我剛才,花膠加鮑魚的汁 燻了五分鐘,然後關火 噢,五分鐘 即是三十分鐘用來清水燻的花膠 但是用這個汁燻五分鐘,然後關火 所以燻到這裡 有很多豆 喂,叫我老婆來吃花膠 喂 這次我小吃這個鮑魚,真的很好吃 好吃過去酒家,來吧 今天去喝,有鮑魚吃嗎? 有 有鮑魚,有刺 是 但不關主人家的,你去喝就是這樣 是 吃那個鮑魚 嘩 嘩 好味道 沒有什麼鮑魚 一條 不用一條 我當然知道 鮑魚 但是那個圍材都收到一兩萬 隨時 是呀 這些是不是平時的素鮑魚來的 其實我們的餅是好看的 但旁邊的麵包都很美味 哦 不是吧 對,吃了泡麵和粴 嘩 簡直不行 不行 試試那個花膠 上次那塊大,上次那塊扯開由你發臉 上次那塊有五塊,這塊有八塊,計算是重量 說真的,你放得好一點,這些東西 你真的收988元,大家為什麼在嘯嘅 老實說,你真是投降價,139元,再燜下去,這麼多東西還可以 但今天都入味,說真的,說真的 因為我吃過我自己賣的,自己發的那些,下西蘭花膠 因為我的花膠總厚很多,又是另一段時間 但一分錢一分火,我整個人都是那一句 是吧? 你自己發又要正 我真是,我真是對我今年的產品,今年的新春產品,真是信心滿滿 今年過年,包心智套,即食的,關貨的,全部上來,我給你頻道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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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產品,我們會上架的,今天我們試一個產品 哎呀! 我覺得真的,這事情必爆,但我下星期才講 就是吃著瘦 其實我一直以來一直在找這些產品 但是一直都找不對 其實是些什麼呢 我一說就知道了 就是一些舉藥的粉 舉藥的麵 其實韓國 馬拉西亞都出售 但是我也不攪過來 因為它的口味跟我們有些不同 今天我就試了 我和我十三位和我十五位和我老婆 就試了幾個口味 它有些剩餅 舉藥飯 舉藥麵 舉藥麵 有些是有味的 嘩 好想好吃 竟然 我看到這些也怕 十五個 嘩 好吃 嘩 好吃 嘩 嘩 嘩 不多口 問題就是它的舉藥飯 它是只有100卡路里左右一頓 有味道的 我們平時一頓六七百卡路里 你去茶餐廳减股 體股 减股 你是不是吃絕秀呢 而且價錢很便宜 下星期我會叫負責人 那個美女和大家見面 真的美女 有網友質疑我 他說不要吹到這麽大 他可能聽不清楚 我們就講一下 這是穆驚 大家可以上網看的 穆驚眼藥水 我昨天說的是在外國的定價 香港我都沒有說要賣這麼貴 在我爹的頻道更加便宜 但是在這裡我不說 今天我就拿了一張尼迪 我只能說好像成哥一樣 心抗神怡 這隻穆驚眼藥水 這條蝗 其實是由乾隆開始 就遺傳下來 它不是乳衣 但是這故事我等到我們 那些企業上來講 我現在正在試用 因為它連老花近時 那幾天老花已經聽了25度 這麼神奇 為什麼它滲入眼毛 就是爐底 是因為有一個 我忘記叫KKC 還是讓他們說的技術 用水分子 用古方加上 現在這個新的現代技術 二合為一 所以它是我們的國禮 你不承認這個國 不重要的 也是泰國皇室的御用產品 是皇帝用的 御用的 Anyway 我們下星期再講 好,我去講新聞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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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